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我们今天要一早起床 因为我刚才特意早起床 吃这个Magrido 在香港没吃过来日本试试 因为日本老麦 原来10点半就没有早餐 所以今天特意早起床 9点多吃完Magrido 之后现在就去逛街 今天就和大家去到这个 Yudobashi Camera 看看有什么最新的玩具 可以看看 这个超级巨型的百货公司 基本上是老抽的地标 每次我都会抽时间 上去看一看 哇 很多东西 那我们去回 我平时最喜欢的地方 看一些特色玩具 有半半渣的玩具 卡布腰带 已经预约中 7520日圆 这些櫃子放得很漂亮 虽然大家很快便会拥有 也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 但是那些展示很漂亮 很颜色很容易闹 就算下面Aku 也是放得很漂亮 之后呢 这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就是那些超人怪兽膠 又是很漂亮 很壮观 搞得很想买一两只回家玩 有很多泰文 哦 这里呢 买膠呢 都跟兄弟说过 除了港元大约四十多元 左右一只 最好就是呢 因为这些大百货公司 你买到五千日圆 就可以退税 所以退了税 其实真的很值得玩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一些膠想买 我都会存在一次过 来到这里才卖 基本上呢 即是现有的款 绝了版的不算 现有在市面上买到这些款 这里是全部齐了的 通常来到一夜 扫了一大堆 退了税就值得玩很多 好 这边就是BOOMBOOMJAH 大廿断了款 想买齐了五只膠也不行了 断了大廿款 BOOMBOOMJAH 这个产品好像又不是那么多 想想卡布的东西开始卖 先行Z GAMI CUT 和国之梳 这个香港都买了 好像四十元左右 或者是交往香港都买了 哈哈 接着这个 半途而废的系列 GAMI 一开始打算 它好像POKEMON 那样 套戏里面 所有款都出了 但是 出了一两只就没了 对了 卡拆朵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这些商品 其实都已经 七七八八了 不会再補货了 未来8月31日 都买新腰带了 真的很惨 SBARA 没办法 反映一切 很多货带 很多货带 拉打 这些 疏疏落落 咸超那边热闹很多 哇 我很喜欢的 Ulito Robot 但是 它这里 全部都要成二千多日圆一只 香港全部是倒到 三四十元 都有试过见过 但是这里一款是齐的 哇 这一款是 龙套 今年新年 一月好胜时出的 都挺帅的 这一款都 但是要卖到 两千一日圆 百多元 这一款还没有 这一款还挺帅的 这一款还挺帅的 甲虫再加恐龙 这一款还挺帅的 但这一款还没有得卖 最新的一款 其实还挺好玩的 其实是 哇 正啊 这个 扎拉布 变身的 假的超人 哎呀 但是 他还没有出扎拉布 如果有扎拉布 跟他两只 一起买 就开心了 不过现在是偷色 偷得很厉害 假超人 成身红色 多过银色 接着是 哥斯拉系列 哥斯拉这些胶 即是 Movies Monster Series 也是很漂亮的 在香港 我看到大约要卖到 百六元到两个水到一只 有些体型再庞大一点 那些可能要两个多水 就好像这些 天多拉 Bio Latte 这些都要卖到 两百多元 但是这里 大约都是三千日圆左右 他有一排出得很密的 但是现在好像停了手 都很久没有见他有出 一些新的款 那样 超美的 这一只大哥 帅得瘋 哇 帅多渣卡 耶 他这一手指弓 帅多渣卡 五十周年来 原来已经 哇 这一辆很帅 暗黑列车 但是这个是不可以变形 真的就这样走 变形有这一个 哇 很帅 有蝙蝠 和双头犬 合体变成这样的样子 变形金刚 那些 那些 还有绿色版 可以合体 这一架 这一架 都挺漂亮的 这些邪恶版的 Cincareon 很帅 现在是第几代 我都很久没有买过 初一两代 和鸭哥 都有存开的 但是现在不知道第几代 已经 那些是变形 新型的那些 漂亮很多 哈亚布莎 这个是最基本的 这个 E5 这边也是TOMICA 买那些 火车仔 哇 山手线 这个是最经常搭的 我们香港人最熟悉的 山手线 1960 这个只有车 要买路轨 买那些 站头 买桥 才好玩的 哇 那这些呢 就是一个扭蛋阵 都不少 这个扭蛋阵 都不少 现在扭蛋 都不便宜的 主标都300 500 基本入门都 不过 我最喜欢 这些Modeloido 很齐款 很多Modeloido 就是这个Good Smile 的模型系列 因为呢 Bandai的模型 我们玩了这么多年 都大概知道 这里素早出来是什么款 但是呢 Good Smile 可能有些朋友 都未必接触过 这里呢 就可以预先看看 拼了出来 成品是如何 才决定 买哪款 或者买不买 所以呢 这里呢 都挺开心的 就是看完成品 都觉得很棒 给大家看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就不会说 为什么回家 拼得差那么远 这个是真的 素早就这么拍的 喂 大哥 质素也真的很高 啊 这一款 这款 自拉麻 天之自拉麻 这款就肯定 就后期处理过 这款 噴光了 这款 还有Modeloido 出了很多我们的 怨念的机械人 好像魔法少女 也不是那么多产品 推出 这个模型也很漂亮 哇 真是花多眼乱 有铁道模型 飞机模型 Modeloido 当然 Bandai 那些Gundam 也是很多 那些模型用具 油 筆 筆地 膠水 这些东西 我和鸭哥都常来找 那些模型用具 不过 说来说 虽然这里很多 但是都是很近期 新的模型 为主 就是想找回一些 舊少少的 都有一些难 所以都是那个 日本买模型 没有香港那么舒服 很多时候 那些款式断了 真是不知哪里找回 反而香港 都偶尔找到 那些旧款模型 哇 死货系列 Gundam H 1040 Yen 哇 成座山 成座山那么多 大佬 哇 这些全是什么死货区 全部成座山那么多 做特价山货 你看 那些Gundam模型 要限制 每个人只可以买五款 每一款只可以各买一样 另外 那些character的模型 都是Bandai 每个人只可以买一盒 所以说 日本买模型是很惨的 哇 这个白兵阵 也是打卡热点 我见网上很多人 都有来这个地方拍照 真是太壮观了 多少白兵 大宗室 什么都齐了 除了Bandai之外 Takara Tommy Pocketmon 然后那些摇摇 陀螺 车 公仔 那些都很多 什么都可以买 这个Udobashi Camera 的玩具布 六楼 可以大家慢慢看 如果大家真的 有些时间的话 我想在这里 都可以玩几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未必能看得完 花多眼乱 这里还有任天堂专区 以前没有的 现在这个角落 除了买game之外 还买任天堂的character 商品 这个是Amiibo 这只是买回任天堂自己的character 那些Korsofa那些 街霸 铁拳 那些就没有了 咦 不咦 突然有一只Solar 在这里 只有Solar 其他都是自己任天堂的角色 这就是Basicamena 这有什么地方 我很喜欢 这里很多泰文的港部 这个火车制 很漂亮 买回这个 来玩电车 很开心 还有 这里也有很多 街机 龙珠 还有 Pokemon 这里也可以玩 不过呢,如果大人来玩,有点尴尬 要跟小朋友争相机打 Caman Rider Legends 也有 不过我也是选择去机堡打 这个大牛龟跟小朋友争相机打 实在太多太多了,拍不完 今天暂时先玩这么多 因为呢,为什么要完呢? 因为我自己也想买东西,很心疼 今集先玩这么多 我很疼,真的很想买东西 所以都要自己选择礼物给自己 今集先玩这么多 再见到有趣和特别的东西 跟大家再拍影片分享 就这样,拜拜!